肯定不合理 如果是我自己的加班費 我當然是不會貢獻給人 加班該領的你就是要領 哪有時候加班領了之後 住院見出來 那個就是不合理 高鴻安是說 他這個根本不是貪污 他是拿助理的加班費 去做公積金這樣 我不會 我做了那麼累還拿出來 歡迎收看這集的4865全民調 高鴻安涉嫌炸零助理費被起訴 你怎麼看呢 我們看大總說 肯定不合理 他們通常會爆出這種新聞 一定是 他們在想辦法去圓那個謊 政治人物都這樣 如果是我自己的加班費 我當然是不會貢獻給人 他這樣被好像貪污罪被起訴 起訴並不代表就是一定有罪 要等法官判決 也不是那麼容易吧 我看是在騙選票啦 也是為了選舉啦 其實真正目的 我們也都不知道 這個不是可能不可能 要看那個實際的證據嘛 有那個就 權力怎麼辦就怎麼辦 高鴻安他是解釋說 因為他的助理的加班費 他也自願拿出來 如果是你你願意嗎 對呀 加班該領的你就是要領嘛 哪有時候加班領的之後 自願捐出來 那個就是不合理 那個剛柯文哲也有 就是開記者會說 他說他是支持 相信 青白是 是他相信的啊 那你相信警察 還是你相信別人說的話一樣 這比較強詞奪理 自己黨派的支持 自己黨派的人 這個無可厚非啊 原來中間選民的偏移喔 多少少 他早上有新聞出來 那高鴻安是說 他這個根本不是貪污 他是拿助理的加班費 去做公積金這樣 我不會 我做得那麼累還拿出來 也是會有人 可是應該是機率不大 他應該是在 對方不知情的情況下 用某個名義 把他的錢拿來給自己活啊 我比較相信 這個司法有在彰顯 就是高鴻安是貪污的 各自把證據貪出來 讓我們比較不知情的 更了解多一點 那個不符合人情啦 一定是巧逆迷夢啦 所以他今天說那是 李俊逸教他的 又把它甩鍋給李俊 身為一個立法委員 你應該可以分辨得出來 這個好或不好 可能有問題 可是助理有時候不是自願的啊 他們去做筆錄有時候不是自願的啊 而且 跟他相同狀況的 政治人物有被抓去關了 那那些人怎麼處理 我還蠻擔心那些人 是不是要放出來 因為這個案子不是第一次嘛 是已經有很多潛力 是 那你覺得這個會影響到柯文哲的選情嗎 都不根據事實講話 都覺得是人家在迫害他們 台北市民好像都會有正感